天大地大 选民最大 欢迎你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总统 马英九总统到我们现场 马总统欢迎你 曹光兄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我们想最近 因为一连串发生很多的事情 国内外是大家都非常关心 选举越来越接近 大家也关心这个选举 当然我想大家最关心 就是最近马总统提出来 说黄金十年 提出来说未来可能会考虑 恰伤跟对岸大陆两岸和平协议 当然这个话题出来 大家就很惊讶 主要因为总统之前 对于两岸都非常的谨慎 比如说农产品 说你的任内 没有让任何一件农产品进来 大陆的学生到台湾念书 公立学校也不能念 没有奖学金 甚至有人说连 还要反应连健保都没有等等 很谨慎 那突然丢出一个两岸和平协议 大家说哇 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这点是不是请总统 再说明一下你为什么 而且为什么在黄金十年 要提出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因为人家会说你任期只有四年 你为什么提一个十年的计划等等 我想是不是请总统再 虽然你说了很多了 这个三个前提 十个什么原则等等保证的 但是大家还是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第一和平是台湾人民很关切 非常关切的项目 因为没有和平 可以说就没有台湾 这个和平协议呢 在四年前我的证件里面就有 那我们这次提出来的是黄金十年 是十年的规划 如果这次不摆进去的话 就是两岸和平协议 人家会觉得我刻意去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我提出来我也讲 我们只是审着 要不要推动 以及如何推动 并没有任何推动的计划 一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民意支持 我们不会推动 二方面我不会为签而签 因此也没有时间表 我相信少康兄应该记得 过去这段时间 我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 问我说两岸会不会政治对话 签和平协议这些的 我的答案都是一样 我们不排除 但是没有时间表 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黄金十年必须要有这个项目的原因 是因为这是十年的规划 你不能说十年都不去面对 这个问题如此而已 但是我们很小心 讲了这句话之后 也设定了三个前提 要国家需要民意支持 还有国会监督 尤其是民意支持 我们特别强调 要高度民意的认同 那我们的主张就是交付公投 所以我们事实上做好了 非常好的配套的措施 不会轻易的冒进 是因为民进党有质疑 因为你的国家需要人民支持 国会同意 是吧 国会监督 那民进党的讲法 他们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马铃九如果当选了 那就是人民支持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过半了 基本要过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国会监督 立法院如果国民党议员 超过一半 那国会也是你的 所以马铃九就要做了 就民进党质疑这一点 那当然你后来交了一个公投 可能会稍微化解这个 就是不是国会立委超过一半 就算是国会监督了 人民支持 那不过当然就是说 大家还是觉得说 我听到你有抱怨 你有不平之明 你说为什么李登辉可以 这个陈水扁以前提到 蔡英文提到 为什么我马铃九就不行 我也仔细的思索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我推敲一个理由 可能是李登辉 陈水扁蔡英文讲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假的 他根本不会做 而且他不但不会做 他提出各种条件来 反而是让要签是根本签不成 但是当马铃九一说以后 当然可能你过去的信任 我还不说 大家觉得你言出必行 或是说呢 你基本上是反对台独 所以而且两岸关系 又在改善中 所以他认为说 马铃九提出来 就可能会做 这个李登辉他们那些人提出来 陈水扁提出来 是不会做的 所以因此呢 就对这个事情 就更增加了他的这个 爆炸性跟争议性 这点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 就是他们说他们要做 也许别人不相信 我说我要来审酌 他们就认为我要做了 实际上我讲得很清楚 高度民意支持 就是要经过公投 绝对不会以我当选连任 就当作是得到民意的支持 就是要推动 因为我并没有把这次的选举 当作和平协议的公投 我从来不会这样 我也没有计划要这样 这只是我这个黄金十年规划 有八大愿景当中的两岸和平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这个外界赋予这么高度的重视 我当然了解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还信得过 过去说的事情通常都会做到 所以担心我会不会推动 我要在这里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以目前的条件来看 我们根本还没有推动的条件 所以未来四年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 是 因为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大家一直问说 你任期只有四年 那为什么推动一个黄金十年 对不对 蔡英文有提一个十年政纲 但是因为蔡英文她是民进党主席 所以她提到她的政纲是民进党的政纲 那你现在提出来到底是政见 还是国民党的政纲 还是你的规划还是你的愿景 是不是跟我们观众说一下 两岸和平协议在国民党的政纲 六年前就已经放进去了 十七拳大会 十八拳大会都重复放进去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国民党的政纲 但是我一直在到现在为止三年多 都没有说要推动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是 先急后缓 先移后难 先经后正 这些政治性的对话 我们觉得时间都没有到 不过你今天提出一个黄金十年 最主要是我今天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又是执政党 我现在竞选连任 我不能只看四年了 我要看十年 很多事情 譬如说我们在经济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这个TPP 加入TPP 十年内都不见得有这个机会 可是我们在十年内要创造条件 如果到了十年之后 我们还没有加入 台湾真的很危险 所以但是和平协议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两岸已经处于相当和平的状态 大家说那你何必再提呢 我只是告诉 和平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不同 不独不无 维持现状所达成的 那和平协议其实就是把不武制度化 或者法制化 让它能够长久 我们现在取得了三年多的和平 我们都很高兴 可是我们不能只满于这三年了 将来长期来看的话 你需不需要有一个机制 能够保证双方都不使用武力呢 我们中华民国早就说过了 我们不再动员堪乱 不使用武力了 可是大陆还没有说 所以不武呢 现在目前只有片面的 并不是双方的 因此我们提出来是这个目的 但是我也很了解 在目前的氛围 跟两岸互信 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 在我下一任做到的 机会不是很大 我们有一个民调 往往终止民调 那大概我的印象是说 支不支持你这个 签和平协议 50%支持 但是接下来问题说 在这个时机 特别是选前这个时机 这个适不适合 有50%认为是不适合 包括泛兰的有 有这个 差不多一半 因为这个时机 其实不必提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 基本上是 全台湾的选民 有一半是支持的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 对时机的考虑 对对对对 我不是一直讲吗 我每次都说 不是说我们10年内 一定要签 而是说10年内 你不可能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想好 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怎么因应 那我们说 第一个国家有需要 两岸如果没有互信 怎么签 第二如果民意支持不够 你贸然去签 问题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把公投拿出来 让大家放心 没有全民公投通过 我们不会做 那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 你提出来以后 刚好这个江城会 在天津举行 第七次 台湾很多记者 就围上那个陈云 陈云临 我看意思之间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事先台北跟北京 有没有沟通的事情 没有 完全没 你就自己提出来 因为我们不是说 单一提出这一个政策 那一次是关于两岸和平 对不起 和平两岸 跟友善国际 一提出来 有一堆十几页的证件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但是大家就 大家把这个挑出来 然后说我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那时候提出来 目的我不是讲吗 我们说10年内 不可能不面对 那10年内要面对的东西 你一个10年的规划 就要有准备 我们的准备 就是把条件设好 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我不会做 所以你想想看 高度的民意支持 那就不是说民调支持而已了 也不是说我当选就可以做 而是要公民投票 我讲得清清楚楚 那当然其实提出来 你刚才也讲过 这个民进党的一些提过 李登辉也提过 国民党党刚也放过 连战也讨论过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蛮久 如果当选年人四年任期 你任期里面会做吗 我们刚讲嘛 要看条件成不成熟 但是从目前的氛围来看 大家希望有和平 可是要不要有和平协议呢 还会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看不出来在 我未来的四年当中 有机会去推动 不过准备的东西 还是要准备好 就是先经后证 其实后还是证 后还是证 后还是证 而且现在好像两岸谈判 越来越困难了 就是简单都解决了嘛 所以你看台商保障协定 什么就两边 而且大陆经济慢慢也成长 也不是那么快了 慢慢也趋缓 它内部也有很多的压力 它也有很多利益团体 它有很多 它自由工商界的人士等等 我想他们面临也蛮大 未来可能两岸谈到 比较困难的问题 或牵涉到彼此利益的问题 可能相持不下的机会会蛮多的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因为经济就是利益的问题 同时像有些地方 像台商人身保障 还有两方司法的问题 制度的问题 这都不容易谈出结果来 但是你就看得出来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绝对不会勉强 上一次为了避免双重瞌睡 我们没有谈了 我们就不谈了 然后这一次 大家都期待我们要谈出来 台商期待尤其高 而且事实上只剩临门一脚了 我们还是觉得 没有谈到好 我们就不要通过 换句话说 谈得早不如谈得好 因此我们毫不犹豫的 就跟对方讲 是不是我们这次就不要通过 下次再说 那这样的话 在别人来看 你怎么搞得好像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为什么不要呢 这表示我们谈判非常的审慎 记不记得去年 我跟蔡英文主席辩论的时候 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ECFA 没有办法达到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我宁可不签 在所不惜 换句话说 我们谈判非常谨慎 即使是经济的谈判 没有能够保障台湾的权益 我们还是不会做 更何况 政治的谈判 如果在这种氛围底下 所以我刚刚说 你要进入政治性的谈判 谈何容易 所以我不看好说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有机会能够谈这个题目 但是我还是讲的 这个问题你要面对 如何让两岸的和平 能够制度化 这个问题你要面对 是 就是说和平 我想台湾人没有人反对的 对 和平协议基本上 也百分之六七十是赞成的 包括民进党 观望中时民进党都超过一半 民进党一半被支持 那问题只是说 什么时候签 谁签 内容是什么 用什么名义 我看那个就是非常复杂 连目前要谈这个台商保障协定 都已经搞了一年多 都没谈成 所以 那另外一点还有了 我在想 如果我们两岸今天 真是打仗 风火连天 死伤惨重 那时候提出来大家很高兴 现在好像虽然没签 两岸之间好像也和平 虽然大陆飞弹对着我们 但是目前他当然还不承认 他说那是对 不是对台湾 是对什么 什么列强等等之类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像大家也觉得 没那么迫切 往来越来越密切 所以以总统来看 大概 第二有没有这个需要 第二个 未来到底要 真的要签的时候 有多复杂多困难 真的可能签成吗 我先说一句话 你听了 也许会觉得我很高调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这一个政策 还有我们在黄金十年当中的 不少的政策 讲老实话 不是只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 也为了下一代的幸福 过去我们上任前的几年 两岸关系这么对立 真的叫人非常忧心 不能再走回头路 那如果要能够保证 我们这三年所创造的成果 能够往前迈进的话 把我们能够抓得到的东西 尽可能的制度化 这绝对是一条正确的路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当然有的人就紧张了 是不是你马上要做 我说过我不会马上做 我不是为了做而做 为了签而签 一定时机成熟了 有了公投的支持 我才去谈 你要知道 有了公投的支持 我谈判的力量也会不一样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加持 而不是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的 所以您刚刚讲 两岸这个和平协议 讲老实话 到现在为止 凡是提过的人 你问他什么内容 说法都不一样 而且他的未来的影响 会怎么也不一样 但是这个议题 为什么会大家都关心呢 其实大家在前一世里面就说 现在还不错了 飞机飞那么多 生意做那么大 但是以后呢 以后会不会还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能不能制度化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签ECFA 在签ECFA之前 不是贸易已经很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签呢 就是要纳入一个制度化的体系 让比如说将来如果降税 不是我高兴降年降年 其实海峡两岸彼此都有降税 在过去就有 但是呢都是片面的 我高兴降降年 我不高兴就不降 我高兴多开放一点 不高兴少开放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途径 让我们能够看 五年后十年后是什么样子 难道我们不希望有一种这种的确定感吗 这是我们一种苦心 当然我理解到 民众会觉得 啊你现在拿出来 我们还没准备好 你没有准备好我就不做啊 我不是讲了吗 如果没有民调的支持 我们动都不会动 那所以这方面来讲 这东西将来真的定出来 一定要立法院通过 审查通过 不是说我们说立法院 我们人多就会通过 因为像这类的问题啊 全民都会关切的 我们绝对不敢大意 是 那基本上内容是还没有 还是已经有构想 譬如说我们现在啊 能够让两岸 目前三年的和平发展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采取了 我们常常说的三步 不统不独不武 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 中华民国的宪法拿出来 就表示说我一定会捍卫 中华民国的主权 那不统我不会跟对方谈统一 所以民进党污蔑 说我去跟对方谈统一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不独呢 我不会搞台独 那么这点大家都很清楚 第三不武就是双方 两岸双方 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这就是和平协议最大的目的 把不武 不用武力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双方和平制度化 最主要的内容 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 包括主权安全人权都有 但是最重要就是 不用武力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在20年前就已经放弃动员 看乱了 可是大陆到现在为止 在不使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上 还没有正式的表示过 所以他现在 基本上就是愿意跟台湾和平发展 但是不做任何承诺 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承诺 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其实早先的时候 我忘了是老蒋小蒋总统 就讲过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对 在那个时候 在现在可能九分政治 一分军事都有可能 那个时候什么时候讲了 你知道吗 823炮战后 老蒋总统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在台湾举行讲度会谈 会后宣布的 他说光复大陆 靠的是三民主义 不是武力 从那个时候 我们的国军就改成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但是到了20年前 1991年的时候 我们终止动员勘乱时期 废除临时条款的时候 等于就说 我不把你看作是叛乱 我们不再处一种勘乱的状态了 我们就已经放弃使用武力了 但是所谓放弃使用武力 意思并不是说 我不要自卫了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强顾我们的国防 可是解决两岸纠纷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使用武力 但这一点 大陆还没有承诺 那我相信 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 有人说 他还有飞弹部署 飞弹部署才不是关键了 就算他移走 他还可以移回来 最重要是不是承诺 将来用和平解决争端 这一点就是我们未来 如果要推动两岸和平协议 这是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要大家都承诺 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 那老共会同意吗 照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台湾 不能不做这样的主张 因为我们台湾的人民 是希望有一个永久的和平 而不是只是说 靠着我们的各种努力 有了三年四年的和平 我们希望有长期的和平 那长期和平的话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制度化的努力 恐怕不容易成功 你之前曾经讲过 说他如果不撤飞弹 我们不跟他谈这个问题 他现在还没撤飞弹 那撤飞弹对他有那么困难吗 事实上从军事角度来看 撤飞弹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他可以随时的步骤回来 对他飞弹通常 但是那个政治上是一个意义 对对对 政治上当然有意义 那么他说我这飞弹 不是对着台湾的 当然飞弹要转弯也很容易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还有一些坚持 使得他们在这个阶段 不太可能跟我们达成 这类的协议 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说 因为他可能不达成 我们连讲都不讲 所以我讲这些话 大陆看了也不尽得高兴 尤其是要公投 但是我不能不讲 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关心我们中华民国 人民的权益 必须要拿出一套 很长远的构想来 什么时候实施 要等到条件成熟 但是我不能不有这种远见 是 总统刚刚一直提到 公投公投 很多人认为公投 本来是民进党的 好像宝贝 那突然马总统说 两岸和平协议 要经过公投才会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